而玛雅有13个,并且大小不一 如果讲13个骷髅集集在一起的话 会发生一个奇怪的事情,甚至会产生镜像 哈喽,大家好,这里是飘飘飘哥 今天咱们来讲玛雅文明 说起玛雅文明,飘哥有个朋友 去年去了一趟墨西哥度假 我就问他,有没有在墨西哥看到玛雅遗址啊 那这位小姐姐说,当然去看了呀 去的叫做Chicken Pizza 我一愣,Chicken Pizza是个什么梗 看我一脸懵圈的样子 小姐姐拿出手机给我看了她的照片 Chicken Pizza的照片,就是这个 那么呢,我一看这个乐呀 他说你别笑,这是导游教的 因为大多数的游客都发不好这个音 Chicken Nija 那么呢,导游就很幽默的说 你们就叫Chicken Pizza就好了 那么呢,这个也确实非常的 让人觉得剔笑皆非 这个位于Chicken Pizza的 哦,不对,应该叫 齐齐尼扎的 在这里呢,叫做酷酷尔卡的金字塔 是墨西哥最为神秘的金字塔 也被称作 雨蛇神金字塔 因为它最牛 所以有人就干脆的把它叫做 玛雅金字塔了 从外形上来看 这个金字塔呢,底部呈四方形 四边一阶梯而上 直接到顶端的庙宇 塔高是30米 塔身分为9层 每层有91级宽阔的台阶 四周台阶总和为364级 若把塔顶的神庙算作一级的话 是正好365级 代表一年365天 目前呢,金字塔内部不开放 所以人们并不知道 金字塔的内部的奥秘 早在1930年的时候 人们就发现金字塔的底部呢 还有一座金字塔 高20米的小金字塔 这个小金字塔 外部也有通往它自己顶部的阶梯 而这条阶梯就形成了 大金字塔内部的一条密道 这还没有完 就在几年前 2016年 又爆发了重大的发现 科学家通过3D的探测成像技术 探测到 在小金字塔的底部 还有一个更小的金字塔 它的高度是10米高 这种神设计 有没有让小伙伴们 想起俄罗斯的一种玩偶 套娃 小伙伴们 看到这里 是不是对玛雅文明 已经产生了一堆的好奇 咱们就一个一个的摆着摆着 那么呢 首先来看金字塔和文明的起源 玛雅文明 最早可以向前追溯5000年 在5000年前 出现在墨西哥和中美洲 威地马拉的太平洋的海岸 并在美洲远古的石器时代 开始生产活动 中美洲边年 记录了玛雅文明 从采集 渔猎 向农耕过渡的整个的发展过程 在公元前2000年 玛雅人 进入定点群居时期 并且从采集 渔猎 进入到了农耕时期 繁华的农业 和安稳的定居 成功地 孕育了玛雅文明 玛雅文明 也从此开始 并且不断地发展和扩张 并在四世纪到九世纪 达到了真正的全盛时期 玛雅人的生存方式 与古希腊人和古埃及的生存方式完全不同 他们没有一个统一的帝国 而是以城邦的形式相互依偎扶持 在玛雅文明最巅峰的时候 拥有城邦百计 占地面积多达34.2万平方公里 这是目前人们所发现的 这些呢 在人们来看 或者在科学界来看 是可以接受的 比如说秦始皇统治时期 也有类似的城邦 当时的占地面积足足的 拥有400万平方公里 看一看这个 酷酷尔坎金字塔 目前普遍认同的看法是 这是一个祭祀用的神坛 是用来祭祀羽蛇神的 羽蛇神是玛雅文化中的太阳神 而金字塔的顶部的神庙里面 却摆放着一个异样的雕塑 这个雕塑让人们大跌眼睛 没错 就是这个 现在呢 被人们叫做美洲虎王座 玛雅人的雕刻艺术是美轮美奂的 而这个相比之下呢 非常的粗犷不羁 占据了金字塔顶端神庙的中心 这个雕塑到底是什么 王座吗 还是在等待哪一位王的到来 金字塔边上呢 有一个巨大的球场 玛雅人的球赛 也是谜一样的存在 因为每一场球赛都是生死之战 输的一方呢 要把脑袋砍下来 拿去祭祀 但是 为了这几个祭祀的脑袋 而修建了这么庞大的赛场 也有点说不过去吧 所以呢 这个赛场 应该还有更深层的含义 可能是当年的石头加工厂 那换一种想法 有人就开始脑洞飘飘了 这个可不可能是为了建造金字塔 当时的宇宙飞船的落脚点呢 或者说是能够运用声波和震动 来从这里飞控运石 比如说咱们在海奥华和四川的定水神西中 都有提及的 如果真的是宇宙飞船 或者是超级技能 那么所有的问题也就迎刃而解了 难道库克尔坎金字塔 真的就是这么形成的吗 因为如此大的工程 就像是埃及的金字塔一样 是不可能用原始的工具 一下一下打造出来的 最不能让科学家们接受的 也是最头疼的 无法理解的 就是他们关于天文 数学 艺术 以及文字等等 高潮的记忆 那么我们来从天文及历法说起 说到玛雅的天文 就要说到他们的历法 主要是有四种 一 卓尔金力 又称月亮历法 二 哈布力 又称太阳历法 三 金星力 即金星的会合周期 四 长历法 最著名的玛雅太阳历法 在这个历法 每年有十八个月 每个月有二十天 另外还存在着五天的谨记日 加在一起 一共是365天 同时每隔四年 还有一个润年 与我们现在的完全一样 并且当时玛雅人所测量的地球年为 365.2420天 而我们现代人所测量的是 365.2422天 仅仅相差了0.0002天 也就是说 五千年 才会差出一天来 可怕的精准 另一个历法 他们叫做卓尔金力 又称月亮历法 这个历法每年有13个月 一年也就是260天 但是这个历法仅在 玛雅人朝圣以及祭祀的时候使用 这个历法 历次于中国古代的天干地支交替排列 共有13乘20的排列组合 金星历 也就是金星的汇合周期 每过584天 太阳金星地球 三者会呈现相同的位置排列 根据现代人的计算 这个周期是583.92天 几乎是一模一样 非常惊叹吧 小伙伴们 但是没有人知道 他们为什么要对金星情有独钟 常历法 根据玛雅当时的天文观测 太阳系在绕着昂素星公转 通过计算 他们得到太阳系绕着昂素星公转一周的时间 大约是25800年 玛雅人认为 每个岁差周期内 太阳系也经历着季节的变迁 并且根据这个太阳系公转的测定 制定了常历法 人们发现这个常历法和苏美尔人的尼比鲁星球的公转周期十分接近 那么我们看到地域的不同 但是却有着相同的周期结论 吃瓜群众的小伙伴们的嘴都合不上了 寒娜子夹着大门牙掉了一地啊 OK 常历法的表示方法 它呢 是由五微数字组成的 比如说今天是2020年的10月18日 就是2020.10.18 那么呢 在他们的历法当中呢 是13.0.7.18.18 明白了这个常历法呢 就能够明白2012年世界末日的预言了 根据这个常历法 2012年12月21日 这一天的表示方法就是13.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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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么这么多的零 人们以为是末日到了 就像是元旦一样 其实这不是结束 而是要开启一个新的伯克顿 按照常历法的解读 这意味着当前时代的时间的结束 即开始了新的一个轮回 这其实是在告诉人们 世界将迎接一个崭新的时代 一个崭新的时代的到来 人类的精神与意识方面的觉醒 及转变 从而进入了一个新的文明时期 而并非是指世界末日 在玛雅文化当中啊 死亡并不是人们的终点 或者说是最终的归宿 他们认为死亡是一种重生 是一个新的旅行的开始 那么接下来呢 我们就说一说玛雅的数学 玛雅的数学 他们有零的概念 而零这个数字 是整个数字的地基 或者叫基础 也叫基石 而玛雅人早在公元前四世纪 便得出了零的概念 这比其他的文明早了至少一千年以上 我们的祖先根据十个手指头 我们查十个手指头之后呢 发明了十进制算法 而玛雅人呢 却是二十进制的算法 在考古学家发现的碑文里面呢 竟然发现了长达十一位的数字 也就是二十进制的十一位的数字 而这么长的数字 在当代也仅仅是在星际航行 以及测算星空距离中用得着 这也就再一次讲玛雅的文明 推向了外星文明 十进制是古人根据手指而得到启发的 那么玛雅人难道是把脚指头也算上了吗 关于数学方面 在当时确实是碾压了所有的其他的文明 同样碾压的不单单是数学 还有他们的工艺 那么我们就谈一谈玛雅的技术 说到玛雅文化产生的捷径 大多数人的第一反应 那就是什么呢 水晶骷髅 这个水晶骷髅据传说一共有52个 而玛雅有13个 并且大小不一 如果讲13个骷髅集集在一起 的话会发生一个奇怪的事情 甚至会产生镜像 在镜像中会告诉人们 一些关于未来发展的大事 甚至是一些未来科技 七龙珠大家都看过吧 七颗召唤神龙 这个简直就是现实版的七龙珠 我们把它叫做13龙珠 OK 甚至还有人说呢 当看到单一的骷髅头的时候 有人会出现短暂的悬晕 还有人呢出现了幻象 也有人当时就昏迷 目前在世界各地大约有十几个窟窿 其中三个呢收藏在英国的大英博物馆里 法国巴黎的凯布朗利博物馆 还有是美国的华盛顿的博物馆 剩下的呢就都在民间的民间收藏家的手里 当然其中的话呢也存在着一些验品 最著名的就是米歇尔黑基斯 他这个水晶头骨呢 大小和形状与成年男人的头骨差不多 并且呢下额是可以活动的 专家研究发现水晶头颅的材质是十英 十英想必大家都是知道的 我们的手机里电脑里 以及很多的科技产品里边都有十英 它可以储存大量的信息 手机的芯片也只有一点点的十英 可以想象一下 如果是用来储存信息的话 这么大的骷髅头 它的里边到底能够储存多少的信息量 并且在打磨的工艺上 也让科学家们叹为观止 经过显微镜的观察 在头骨表面竟然观察不到打磨的痕迹 以我们现在的科技水平 想在坚硬的十英上打磨 并且到这种程度 几乎是不可能的 这让我想到了 咱们曾经所讲到的三体里的水滴 并且玛雅文化从来没有脱离过石器时代 他们所用的用具都是石头所制作的 包括刀 玛雅人的外科手术刀是用黑钥匙所做 虽然说已经历经了上千年 但是锋利程度依然可以和我们现代的手术刀相聘美 细思极恐 其实有很多人都一直认为玛雅人是和外星人有着联系的 当然也不是没有证据 就比如说这张壁画 在图片中我们可以看到 像是一个人在驾驶着什么东西 并且还用眼睛在进行着瞄准 这个跟我们的什么更像一些呢 没有错的 火箭 前面细 后面粗 跟我们现在的火箭几乎是一样的体型 并且后来科学家在盖板雕刻中发现的图案 头上戴的像不像我们宇航员的头盔 真的是不可思议 再想一想玛雅人后来的举动 所有的玛雅人在同一时间放弃了一切 甚至还没有完工的建筑集体的消失了 使得他们集体的人间蒸发了 这是科学无法解释的 人们猜测 第一个就是他们得了瘟疫 使得人们大面积的死亡 第二呢 就是天灾 洪水 或者是地震 那么使得玛雅人全部被掩埋 第三就是战争 但是又没有发现任何的战争的痕迹 所以说他们为什么要这么做呢 是召唤吗 是一个人或者是一个文明的召唤 这才使得他们统一前行 或者他们并没有死掉 而是回归了外星的家乡 玛雅文明或许就像是亚特兰蒂斯文明一样 沉默了吗 如果他们没有去天上 那么很可能是去了地下 也有人这样猜测 那么这就引出了地球空洞说 最早的是由哈雷提出的 就是哈雷彗星的那个哈雷 哈雷认为地球是有一个有着三个壳的星球 那么大家可能听起来比较耳熟 这不就是咱们前面所讲的俄罗斯的套娃吗 酷酷尔坎金字塔也是三个套起来的 而人们也发现 在某个深山的金字塔的下面 有深不可测的洞穴 难道是和雨蛇神的会合 或者是成了传说中的蜥蜴人吗 但是不论你信 还是不信他去了地下 以后呢 我们小伙伴们去墨西哥旅游 到地下湖去游泳的时候 记得千万不要从高台往下去跳水 或者是到了水里 也千万不要潜水 切记 切记 今天的话呢 就和大家分享到这里 独在一项威仪课 每逢孤独看飘哥 Peace out 人这一声大约会数 八点八万个谎言 最容易脱口而出的 没事 我很好